二手车其实水还是挺深的 买二手车的话 一般对新手来讲还是 买新车是比较靠谱的 就算是老手的话 买二手车可能还是会遇到被坑的情况 OK大家好,我是雪怪溜溜 这时候保单路回来之后我就把我的小兔子给卖掉了 这个事情大家应该都知道 现在我是处于一个没有泥巴车的状态 所以说一直在看泥巴车 然后之前就一直在考虑到底买个什么车比较合适 我有考虑过300GY 然后还有KOX 然后正好成都这边 我们本地有人在出车 300GY看了好久了都没有看到有人出二手 但是KOX遇到一个正在出二手 然后价格的话也还行 然后今天我就去看一下 KOX230 OK 那我们现在已经到达了和卖家 约定的地点 然后等他把车骑出来 然后我看一下车到底怎么样 我觉得吧 说二手车的话 还是很 那个啥 烤点水平的 二手车其实水还是挺深的 一般对新手来讲还是 买新车是比较靠谱的 就算是老手的话 买二手车可能还是会遇到被坑的情况 如果买二手车的话我还是推荐啊 最好是找个人卖家 不要去 商家那个地方 因为车商那边 如果是信用好的车商的话 其实 就还好 像有一些车商 信用也不是很好 他卖出来的车 其实可能也会有问题 搞不懂啊对不对 毕竟我们 玩车的人哪有人家卖车的人建的车多 而且把车搞得那么好 对吧 然后还有一个很关键的点就是 这个车的来历一定要清楚 就比如说 不管这个车是几手车啊 这车他的故事你是知道的 就比如说他是怎么来的 他经历一些什么事情 这个很重要 这个比 比公里数啊什么的啊 都重要 然后他保养的情况 他遇到些什么事情 如果车主能够很清楚的给讲出来的话 那说明这个东西就 就是很nice的 如果车主都是含暗户户的话 那说明中间可能就会 有点问题 然后第3个就是自己去检查了 多去了解一下 到网上去了解一下这个车 还有些什么通病啊 或者他 有些什么特点啊 可以提前到网上去研究一下 像一般来说的话 看一辆车的话 尤其像越野车 就看那三大件 车架 地震 还有发动机 三个有没有问题 地震的话 一般我们就看他到底有没有漏油 比如游风有没有漏油 地震有没有 被撞过 他弯曲过 对吧 这是还是右眼是可以可见的 这是第1个 然后第2个就是 发动机的话 看发动机 的接缝处 然后各种 螺丝口那个地方 有没有漏油 螺丝有没有被拧过 之类之类的 尤其是 像一辆车比较新的话 一般是不会冻结的 所以这个还是很重要 第3个就是 车架 车架的话看有没有伤 有没有变形 如果肉眼可见的有变形的话 那这个车肯定就 问题很大了 对吧 然后还有一些就是 听车主讲 关于车的故事 比如说他摔过没有啊 怎么摔的呀 倒车还倒了吗 然后原厂件到底有没有啊 之类的 如果你想买的这辆车 他是改装件很多的话 一定要问他的原厂件在哪个地方 如果他的原厂件也不在的话 那你就要打一个问号 也许 这些改装件 尤其是不好的改装件 就是山寨改装件 装上去的原因是为什么 可能是因为他摔车之后需要维修这辆车 用低的成本 去换了 换上了这些改装件 那如果他 这辆车是速车的话 其实是最好的 如果他实在是改装过的话 问一下他原厂件还在不在 如果在的话 其实问题也不大 还有就是卖车人 人品怎么样 这个也是个很重要的东西 和他交谈的时候 你们交谈了愉快过 或者你听他到底是一个 玩车的人 爱车的人 还是怎么样 好 那我们现在就等 卖家把他的川崎 Kawasaki KLX230 骑过来 那你是不是当时就卖这个车了 但是起了自己 一起订的 去年之后 签子 他们 他们都在骑起来 都卖了吗 还是没 还留了在 我们有群 七个人 成都 我们一起订的 七个人 哦 这是买乖的吗 就是买乖的吗 当日不乏试车 经过一番交谈 得知车主买车 是因为坐高太高 自己又买了一个 坐高提发车 所以要买掉了两块螺形 车主的改装件 幼远常见军甲 nice 他们就是这 这儿弄了一个 嗯 这个我换了 换了这个是 半个地盘都要出去了 知道了 也搬搬了 哦 你没买这个吗 我自己换了 原来上的这个 原来上的这个 还宰了 宰就好了 一般他们叫 Day 2 昨天 我来看车的时候 是没有 骑到的 还没有骑到车 所以说今天呢 呃 就可以把车呢 出来骑一下 感受一下 刚才有没有什么问题 检查一下发动机 还有机油问题 再询问一下 很多细节的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那就恭喜我踢球 你说是 才保养的是不是 才保养的 才保养的 在哪儿保养的呢 就是 没看到的 专业那个 哦就是在 摄氏里保养的 哦哦哦 对方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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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方称用的 哇这个离合 这离合好浅啊 哇这车非常的顺啊 这车非常的顺啊 不错 哇靠 骑起来感觉还是不错的 它离合太强了 哇比我的柱子重力大多了 可以 等下我试一下ABS吧 丢下把呢 好也不骗 我也不骗 对方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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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永福车称的 对方称的 对方称的 肯定称的 肯定称的 必须的 好 拜拜 好好嘞 好嘞 OK兄弟们 钱已经交了 今天有新车了 那希望这个车 在我检查的情况下 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挺好的 那希望这个车 一切OK OK 那亲爱的朋友们 我已经提到我的新车了 那这辆车呢 大家可以看到了 是川崎的 KLX230 快乐星230 有没有 快乐星 好 那这一期就这个样子 这辆车的更多的 信息的话 和 骑起来的感受 我会在后面做视频分享 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 可以 关注一下 我 我 是 是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